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桃园新闻 新闻一开始带大家来关心 为防堵非洲猪瘟 中央政府宣布 9月1号起全国养猪业者 禁用厨余喂猪一个月 市府也启动了应变措施 将桃园市家户 餐厅及学校的厨余送到室内 两座大型圈化场 变成了培养土 环保署副组长沈志修也前往视察 对于厨余再制的过程相当肯定 蓝色厨余桶排列整齐 由堆高机送上输送袋 随着机器倒出家户厨余 工作人员顺势将厨余内的塑胶袋 取出后就进行去化作业 全自动化的流程 让前往视察的环保署副组长沈志修 相当满意 添加酵素 快速的花酵 产生这个培养土 可以提供给农场 来当做这个土壤的改良剂 将来也可以提供给市民 种花 树栽等等 来美化市农 进化空气 我想讨论这样做好 做好是非常好的 有距离非洲猪瘟全球疫情相当严峻 台湾虽然没有个案传出 但边境也查到非洲猪瘟的肉制品 政府不敢大意 以最高防范措施 下令9月1号起 一个月内 出于不能养猪 这两家 在利用场的量 是大于我们的产生量的 那 淘宝局这边也做了应徵措施 假设有一些外线市的游入我们桃园 那我们也有一些备案 但是在中央这边 我们也一起调好的各线市的处理 都在产生源指定地点来处理 目前桃园厨余会送进室内两座处理场 业者也提供每日最大处理量能100公顿 让民众不用担心 厨余的去留问题 而这些厨余经过再次后尘为培养土 除可用作肥料使用 还能提高作物产量 对于防堵非洲猪瘟 仿佛吃下一颗定型丸 记者吴永纯桃源报道 823炮战历经了63年 为了不让这段历史被遗忘 市府文化局每年都会在大西太武新村 举办文创活动 而市长郑文灿也为了这场活动 写下了和平宣言 期盼能够与民众共同反思战争的伤痛 与和平珍贵 写下耕耘土地四字的和平宣言 郑文灿在大武新村的823炮战纪念活动上 以实际理念宣告他对和平的心愿 人对土地的感情 那这是不变的 那我们台湾这个美好的土地 需要大家来观看 郑文灿表示 如果没有当时居民同心守住台湾海峡 与美国后辈的支持 中华民国台湾要走到现在实属不易 而今年历史有很多角度 重点是对战争的反省 这是一段台湾必须要认识的历史 能够居民同心 不分族群 保护我们的国家跟土地 我相信这是很有价值的 另外这里也是会作为文创基地 目前已经有五组文创团队跟艺术家祖村 我们希望以后更多 让这个泰晤新村的文创基地 可以让大家喜欢 823炮战纪念活动从28日起跑 将举办围棋60天的特展 市长期望在目前疫情相对稳定的状况下 以及做好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民众可以踊跃前往泰晤新村 了解当时历史的脉络 记者吴永存桃源报导 保安警察大队第二总队 刑事警察大队 日前寻现在桃源台中两地 破获三处非法机房 道路MOD有线电视讯号员 出估侵权市值上议员 并逮捕了廖姓主贤两人送办 也呼吁大家踊跃支持正版 一知一着 编码器接收器 那这个就是中天娱乐的讯号 收看电视节目要选择合法版权播送管道 保安警察第二总队 刑事警察大队 日前寻现在桃源台中两地 破获三处非法机房 道路MOD有线电视讯号员 查获电脑主机 网路分享器 有线电视机上盒等证物 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 并逮捕料姓主贤两人送办 警方日前接获多间电视台 跟节目单位提告 只有不效业者道路讯号后 让民众有可收视 非法讯号的机上盒收看 侵犯国内14家频道商 跟日本五大电视台的智慧财产权 破获机房内不仅有道路的数位有限电视节目 还有上百台机上盒同时道路中 涉嫌违法著作权法重置公开传输的罪行 提醒民众如果想要追剧看比赛 可以利用家中的电视机上盒加值服务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浏览超多精彩好片跟电视剧 千万不要冒险以非法影视盒子或盗版网站观看影片 这些非法内容随时会被抄家关闭 球场无门 也难以保障民众的收视权益 危害影视产业正常发展 呼吁大家踊跃地支持正办 记者赖尾一综合报道 周末假期天气正好 适逢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 加上疫情持续稳定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外出游玩 享受解封后的假期 把握难得好天气 大溪老街涌现出游人潮 由于疫情逐渐受到控制 民众外出旅游的意愿逐渐提高 让不少外地游客扶老稀幼出门玩 应该还算放心 怎么说 全国的看起来 那个病例状况还有 就控制还不错 还蛮舒服的 还蛮舒服的怎么说 就是可以出来走走 不然都闷在家里两个月了 小吃店外也大排长龙 人潮没断过 老板娘切香肠的手停不下来 开心得不得了 终于盼到疫情解封 也明显感受到人潮回来了 那我三分钟 今天生意比较好 生意比较好 疫情过后的时候 生意比较好是不是 今天生意就是人比较多 之前有比较多吗 今天比较多 今天比较多 所以今天手都没有停过就对了 有比之前多吗 有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是因为解封的关系是不是 因为可能在家待太久了 现在人潮都慢慢的出来了 在家闷了三个多月 终于可以外出透透气 对于防疫民众还是很有信心 希望外出旅游可以变成日常 记者吴永纯桃源报导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新闻现场 各位民事官好 我是145号林温盛 没有走后门的权利 就要有不平凡的实力 全速支援 风雨无阻 五大都会用不实测 下载速率第一 看见真实力 中加宽评 一局光鲜上网 也应看到宝 30天免费 立即体验 友善桃源 渔居城市 除了重大建设要推动 市民的照护 与服务也要落实 迎接高龄化社会 老人长照 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桃源人口 已经突破了227万 是六都最年轻的城市 航空城 捷运与铁路地下化 都在逐步推展 桃源市议会 与市民同在 打造建设 监督市政 打造幸福遗迹 大桃源 生长在中立的这片土地上 我热爱我的家乡 踏入政治的初心 始终都是希望 中立可以更进步 更美好 一路走来 安琪秉持着 当初一直都在的理念 如今也是 我不会改变的信念 是的 我就是那一个 一直都在的中立之子 刘安琪 接下来请收看 中家新闻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为了因应强降雨所带来的水患 桃源市政府水务局与民间企业在桃源巴德乔行新村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在当地排水改善工程完工之前 由企业无偿提供防汛挡板和科技沙包 唯请防灾志工们部署在当地 并实际演练 透过公司协力的合作 防止淹水情形再发生 这件桃源巴德去瑞德里的防灾志工们 一个人便轻易抬请挡板堵在家门前 其他志工在将泡了水 变得有重量的几个沙包 扬在挡板周围 就完成了检疫挡水措施 即便家里有老人家不方便出门 也不用担心被淹进家里的水给困住 这些防洪用品其实是由热心民间企业 无偿捐助给桃源市政府水务局作为防洪使用 水务局也与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宣誓要公司协力合作 一同解决水患问题 好大与平仁 那往往就是工程的手段 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个 淹水能够做一个彻底的改善 那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说威顺的公司 能够提供一个新型的一个防汛挡板 那它是非常轻便 非常有效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利器 那它免费提供我们将近70片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就是说它组装非常的一个快速 那配合我们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沙包 那挡水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有效 可以确保我们这个 家后里的一些老人 还有一些这个家具等等 那不会受到淹水的这个影响 是因为我们都一直有在 关心就是台湾的所有的灾情 水灾的灾情 然后刚好有了解到桃园巴德这边有淹水 然后我们就深入来跟当地的 就是包含里长然后科长 我们都有当地做 想说我们能提供我们的东西 能够帮助这边的民众 近年来短时间强降雨出现频率增加 水量大大超出现有排水负荷 但受限于现实因素 难以立刻用工程来改善 桃园市水务局因而借助了民间的力量 透过方便又轻易组装的防训挡板和科技沙包 以及防灾社区志工们的守望相助 在改善工程完工的过渡期间 同心协力防止淹水的情形再发生 当地里长也感谢政府和企业的协助 应用到最新科技的 来做这样的一个防水的一个挡板 还有科技沙包 运用在我们的桥新社区 希望能够达到我们这个防灾的一个效果 能够让我们常常淹水的受灾户能够有改善 那我们希望这次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功能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一个手段来做这个防训 那应该可以达成很好的效果 后续的话 那我们还会继续再推广到我们全市其他的一个地区 那好的话我们也会邀请这个农天水律署的蔡署长 那跟我们一起来合作那推广到其他的一个县市 那把这个好的这个非工程的一个防水挡板 还有科技包包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这个防训的一个效果 有鉴于先前八德乔兴新村在齐院时 因为排水水路遭堵住而回流淹水 水务局也表示目前正在规划设计丰德路雨水下水道工程 希望能为当地再找到排水新出路 并表示未来也会在其他有需要的地区 推动工程还非工程的双重防洪手段 公司协力应投应应未来的气候变迁挑战 水务局站不站 记者刘雨晴桃云报导 中秋将至山坡地上的文旦又汉骑乘 也进入了套袋阶段 桃园龟山区农会有感于部分农民年事已高 也不便请工人来协助 因而在暑假期间邀请学生们上山协助农友完成农事 农友感谢农会的帮忙 也表示今年的柚子产量虽然因为干旱而少了些 但甜度较甚以往 农历八月初便是可以拆受上市 中秋将至山坡地上文旦又汉骑乘也进入套袋阶段 桃园龟山区农会因而在暑假期间邀请学生们上山协助年事已高的农友们进行农事 避免病成害导致水果变质 学生直呼在艳阳下工作不易 但难得体验务农 也让他们说还会想再来帮忙 就是有一些农民阿伯他们很多橘子需要套袋子才不会落国 然后让小朋友们一起帮阿伯让他不会那么辛苦 但是夏天的话真的是还蛮热的 就是需要随时补水 要不然的话会蛮累的 就是阿伯也是蛮辛苦的 把橘子 很好玩 下次还会想来吗 会 农会提供协助解决他们找不到工人来依依套袋的问题 并表示虽然去年到今年有段干旱期 但因为自己有吞水 所以文旦幼只是减少产量 但保证天度较甚往年 农历八月初便肯采收上市 不包的时候 那个果实营会来吃来定 造成这个 这个其成果粒会坏掉 所以每一棵都要包 所以就很厉害 要求工人很快求 所以说轮回帮我帮人 今天拜托云来帮我帮帮帮 不然我这楼子就做得很辛苦 今年这个文旦柚子品质又好 我们已经有做到那个 噴水的这个动作 所以它干旱没有影响 所以我今年的这个柚子 在八月半应该全部都很好吃 由于关山区的果园多位在山坡地 地形齐驱 许多农事人难以用机器取代人工 但随着农民年龄日增 采行有机农法要让消费者 吃的安心又更是费工 未来该如何辅导农民们 解决农事问题 仍是一大挑战 记者刘宇晴桃园报导 疫情降级之后 许多活动陆续解封 一文展演中心更是推出了 首场全国最大型的展览 邀请30位知名的艺术团体理事长 齐居一堂 展出百幅油画创作 让原本的疫苗接种站 充满了美感氛围 一文中心近期展出台湾新意向 全国艺术团体理事长邀请展 即世纪洋溢 名家与资深艺术家邀请展联合展览 这是疫情警戒降为二级后的 第一个大型连展 市长郑文灿也出席活动 并近距离欣赏美幅画作 这个郭长佛老师 这个郭长佛老师 有名家跟资深的艺术家 还有各个艺术团体理事长的连展 那我相信 集合了全国非常多的艺术团体 那主要是油画的展览 非常多代表我坐在这里 那希望大家可以到展览中心 美幅油画作品都是 艺术家画笔下的生活呈现 策展人许国宽也展出自己得意的画作 新北大和恋 将从新北返回观音家乡的路径 以超现实画风添加史诗意象 再用鲜艳的对比色 营造出欢乐的耶诞华城 画面中不但有观音山 新北大桥 还有我们板桥的耶 但华城 那我会将画面呢 以史诗般的呈现呢 画几个 乐诗 表示象征着赞美歌颂的意思 原来这边是社区接种站 有不同的文化氛围 那现在能够重新恢复展览 我觉得是很大的事情 本次连展也创全国首例 总共邀请79位艺术家 展出82件美学作品 让原本疫苗施打战的艺文中心 增添美学气息 记者吴永纯 桃园报道 民国101年8月30号 当年桃园大圆果林国小 为了一年级的新生 安排了别出新才的史业室 规划了五项活动 让学生拔下象征聪明的青葱 并且从变身为白雪公主的校长手中 接过智慧笔 请看历史上桃园 民国101年8月30号 当年桃园大圆果林国小 为一年级新生 安排别出新才的史业室 规划五项主题活动 包含认识校园 学习垃圾分类 和游乐设施的使用 以及如何正确洗手和排好路队 让小朋友可以尽快熟悉校园 也让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环境 多一份安心 当年新生们在击鼓后 必须通过智慧们和勤学们拔下象征聪明 勤学的青葱与勤菜 果林国小校长也变身为白雪公主 将智慧笔一一发给学生 期许学生在新的学期勤学向上努力进取 另外果林国小也太旧换新学校设备 打造模样可爱 几具创意的洗手台 让学生养成勤于洗手的好习惯 达到预防肠病毒及各种疾病的目的 当年果林国小学生们 都十分认真专注地听着老师讲解 藉由开学第一天 学校细心安排的各种活动 拥有快乐安全的校园生活 记者综合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桃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佳桃园新闻 一局光鲜上网 也应看到饱 三十天免费 立即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佳桃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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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桃园新闻